来看墾丁的这一块农地还蛮大一片的 现在要进行法牌 那么去年第一牌底价是13亿9千万流标了 现在二牌底价变成了11亿 不过附近的业者就说 这个地段在台26线旁边 夏日人潮虽然多 不过这个价格其实已经算是天价了 要真的有人来标 可能也必须要看看对方的目的是什么 毕竟标下来能不能够获益 还很难说 废弃的农舍有墙没有屋顶 放眼望去只有杂草 这一块农地位在屏东的墾丁 法拍价超过10亿元 放在这里很久了 假日是还不错 暑假啦暑假不错 好久没有人经营的农地就位在台26线旁 翠绿的空地一大片 占地有四甲半 分别有30笔的土地 热动建物和设施 2017年的时候 原本的地主打算要经营农场 规划要盖45间的住宿屋舍 结果周转不灵 还有其他的投资者 喊出了要3亿元来收购 不过最后变成了法拍农地 去年第一拍 底价13亿9千万元 流标了 现在第二拍11亿元 确定再度流标 我们也有去跟法院议议 法院是 他有他的考量 身为第一顺位债权人 农会对于农地法院建价 开出建14亿元 曾经表达过意见 虽然卖得越高 对他们越有利 但是13亿9千万元 实在高于行情太多 目前在恒春的话 这个价码是有些高啦 只是说看标的人 他要做什么事业 高一点点标 以后对他的事业也挺OK的话 可以带动我们恒春地区也行啦 查出来的实价登陆的话 路旁边的价码 一瓶差不多落在5万至6万 根据附近的实价登陆 农地两边一瓶价格大约5万多 换算下来 四甲半的地价值6亿多元 法院建价以两倍价格当抵价 什么时候才能够把地给卖出去 让所有的债权人实在好着急 三连新闻朱俊杰俊荣 正确认它是在一个桨鲜场上 这边的债权人实在好着急 大约5千元 然后是在一个桨鲜场上